学习古人智慧 追求功成名就 创造职场风云 穿越古今上班楼 亲爱的朋友们 相信您在工作职场上 难免一定会碰到一个状况 就是对于某些事情 产生了一些想法和意见 很想要对可能是你的主管 上司或者是同事 讲出你的肺腑之言 也就是想对他说出真话 但是往往又会担心 要是我们所说的不是那么重听 到底该怎么讲 才能让彼此的沟通是有效的 并且不会一言不合 不欢而散呢 就让我们一起先来听听 状况剧 小芬在吃什么啊 就中午吃剩的便当啊 想说不要浪费就当晚餐吃 阿屁你怎么还不下班啊 哎呀快了啦 想要约老婆去吃大餐 哎不过你也很夸张耶 平常食量不是很大吗 竟然一个便当没吃完 哎小芬不是我在说你 你吃东西的时候要节制 高热量的不要吃太多 你看肚子肉都跑出来了 胖成这样丑丑的 哪教得到男朋友啊 更何况太胖身体也会搞坏啊 哎阿屁 你讲话真的很讨厌耶 我有问你意见吗 快点下班啊 哎我也是真心为你着想耶 现在会讲真话的人真的很少了好吗 那你要看一下要不要听啊 会不会介意啊 哎是我了解你的个性耶 不然我早就生气走人了啦 哎我跟你说 说到这个直言直语哦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讲话不经大脑耶 你现在才知道 最近好像被经理打入冷宫了耶 我早上跟他打招呼的时候 他都冷冷的 然后工作都指派别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次 跟他建议这次专案的一些意见 他听了之后不爽 哎这样我们也很为难耶 我也是一片真心为公司着想啊 怎么我一点都不意外 像你说话的方式 我想不得罪他都很难 他很小心眼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加上你讲话都不太看人家脸色和场合的 你在哪里跟他说的 哎那个在在查水间跟他说的 你看吧你看吧 就跟他说觉得专案的哪些部分流程 好像有点复杂啊 应该有更简单的做法 是不是可以简化一下 还有公司之前为客户设计的简报内容 有点老旧了 应该也要更新啦 我看你这个人真的就是有够白目的啦 要建议似乎先要先看看主管的个性吧 还有建议的场合啊 还有对方想不想听 难怪你会被打入冷沟 我这叫做用心良苦 春一走花又落 用心良苦却成空 总之我觉得他太小心眼了啦 管他下班吃大餐去了 拜拜 唉这家伙啊总有一天会被人家锁掉 怎么死都不知道 听了刚刚的状况 相信您也曾经有这种 有很多的建议 或是想要说真话的时刻 也抱持着一份希望对方好 或是为公司好的心态 而不同不快 只是碰到了某些不介意的人 或许还会感谢你 但是要是说的不好不重听 可能会导致对方的恼羞成怒 破坏了彼此的关系 到底其中有什么样的诀窍呢 待会我们就来听听 《当孔子遇上哈佛》系列丛书的作者 经典达人李克明先生的建议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